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Jack Dave天下课 谢谢大家对上一期金属片 《寂静之地2》的关注 朋友们的很多留言和建议我都听到了 我会在今后的视频中加以改进 作为一部超自然的金属片 在一个初夏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今天这期视频将会给您带来一部 6月4日登陆美国院线和HBO Max的招魂系列的第三部 台湾异作《丽颖宅三》 《恶魔逼我干的》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不知道各位朋友对超自然灵异事件的态度如何 或者这样说 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鬼吗 或者死人的灵魂存在吗 这也是电影《招魂3》带给我们观众的 众多灵异事件中的又一个至今未解之谜 影片的开始是一个孤零零的独栋房间 房间内充满着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遍地狼藉的房间内 吊灯吊在了地上 玻璃碎了一地 时间回到1981年的7月18日 大卫是一个被魔鬼附体的八岁男孩 我们的主人公Ed Warren和他的太太Lorraine 以及大卫的哥哥Earn Johnson 也就是影片的第二号男主角 大卫的父母 他们用祷告等待着驱魔神父的到来 电影中的Ed Warren和Lorraine夫妇 也是招魂系列的主角 真实世界中他们是自称可以通灵和感知鬼神力量的人 在美国想要极高的知名度 他们的著作和追踪灵音事件改编的电影已经有八部之多 这个部分我们一会儿再说 小朋友大卫害怕的躲进了律室 而喷头里突然流淌下来的全是血水 父亲等人开门的那一刹那 他用刀刺伤了父亲 Ed Warren和Lorraine夫妇 神父大卫的哥哥Earn Johnson 共同把大卫按到了餐桌上 神父开始为大卫去魔 然而这个魔鬼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 房间里所有能够用来当武器的东西都被魔鬼移动 大卫的身体被魔鬼拧成了麻花 神父也被魔鬼扔出的盘子击倒 脸受了伤 Lorraine的脑海不断出现了宗教祭祀的场景 也被后来的剧情埋下了符谷 Earn恳求魔鬼放过自己的弟弟来到自己身上 魔鬼果然离开了弟弟的身体 Earn的眼睛也变成了可怕的灰白色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个儿童被魔鬼上了身 在马赛诸塞州的Burkewell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和平静的小镇 画面一转 一个阳光明明的草城 Earn的女友Debbie来叫醒自己的男友 看来Earn没有什么事情 他们的房东布鲁诺 一看就是一个中日酗酒 有所好闲的人 Earn和Debbie租用了布鲁诺的房子 作为狗狗的寄养舍 Earn从墙上一个非常诡异的小洞口张望 而背后却出现了一张非常可怕的脸 那是一个穿着修女服饰的鬼 面目可憎 Earn也被吓到摔倒 Earn在院中做工 也感到二楼的窗户里 似乎又出现那个修女恐怖的面孔 Earn帮助布鲁诺修好了音箱 布鲁诺都是喝酒狂欢 此时Earn满脑的都是布鲁诺 在调戏自己的女朋友Debbie 并感到身体里面有一种 难以驾驭的冲动和力量 同时她的眼前布鲁诺已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恶魔 恐惧和愤怒之下 她用刀子刺死了布鲁诺 而Earn满身血迹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被警察拦下 为了弄清世界的起因 Earn和Laurie重新来到了Earn几个月前的家 Laurie在房间里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一切 并在老鼠边境地下室里面发现了一个破布包裹着的 非常阴森的公牛祭祀圣碑 他们将照片散发给当地所有的警方 驱魔神父推荐了另外一位肯斯特神父 或许通过他能够了解到这个公羊圣碑的来历 已经退休的肯斯特神父告诉他们 这是魔鬼撒旦用来宗教祭祀的器具 肯斯特神父打开了地下室 Laurie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这些他收集来的宗教仪式东西都是邪恶的宗教仪式 魔鬼希望借此统治人类 监影中的Earn在一个神秘的仪式下 再次出现了恐怖的幻结 马萨州塞州警察局邀请Warren和Laurie到来 因为在不久前的Katy和Jiska高中女生失踪案中 他们发现了公羊祭祀圣碑 Laurie提出希望看到高中女生失踪案的卷宗 警察的回报是他愿意帮助他们找到失踪的Jiska 警长将信将疑的将刺杀Katy的刀子 问Laurie是哪一把 Laurie准确的说出了刺杀Katy的胸肌 警长带他们来到Katy遇害的地点 Laurie看到并还原了当时案发的情况 并协助警察找到了Jiska 掉在悬崖下面湖中的尸体 他们再次证明了 公羊祭祀圣碑是邪恶宗教仪式的器具 它使得两个高中女生相互残杀至死 毫无疑问 恶灵用圣碑作为和人类的连接点 狱中的Laurie再次被施以魔咒 Laurie用圣经经文和祷告赶走了恶灵修女 恶灵修女再次来到Laurie家中 并让Warren产生了幻觉 差一点杀了Laurie 在一片神秘的花盆里 藏着一个公羊骷髅圣碑 Laurie再次来到肯德利神父的家中 神父拿出了一个相册 是他的女儿 神父向教会隐瞒了 他有一个女儿的实情 并将女儿一直粉昂在 这个充满着诡异物品的地下室内 他一直沉迷于对黑暗宗教神学的研究 没曾想女儿被邪灵附身 并成为了魔鬼的使者 肯德利神父为Laurie再次打开地下室的门 并靠着他女儿的恶灵和祭坛印在下面 这个时候恶灵修女再次出现 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Laurie试图摧毁 竟发现了祭祀神坛被裹 此时Warrie也驱着赶到肯德神父的家中 寻找自己的妻子 但他被魔鬼上身 并一路用锤子打砸 试图杀害Laurie Laurie大声喊叫 并唤醒自己的丈夫 Warrie用锤子砸坏了神坛 恶灵修女的祖宗就此停止 在监狱里 Laurie也摆脱了恶灵的控制 恶灵修女也被真正的恶灵折磨杀害 在恶灵祭坛倒塌那一刻 从桌子上飘下了一张照片 那是Uran Johnson的照片 Warrie把公羊祭祀碑放到自己家中处藏室 里面有很多都是现在招魂系列中的物品 其中就有那个诡异的娃娃 Ande Bell 1981年10月24号 陪损团宣判Uran Johnson过失杀人罪成立 他在监狱里复兴了五年就被释放了 复兴期间和Debbie结婚 直到现在 以魔鬼附体作为辩护理由 也成为美国司法史上的首次 电影《招魂3》 是招魂系列电影的第三部 也是温泽人导演James Wayne 《诡异恐怖》系列第八部 这八部影片分别是2003年 2004年的电剧《惊魂》 2007年的《死记》 2011年的《英文房》 2013年的《招魂》和《潜伏2》 2016年的《招魂2》 2021年的《招魂3》 这八部影片成就了温泽人导演 独特的恐怖风格 其中包括独特的环境空间 色彩 光影 镜头调度和简洁 等一系列的温室电影语言 从2013年的根据罗德岛周 鬼屋闹鬼事件而拍摄的《招魂》 在市场上赢得了巨大的票房 就一发不可收拾 需要说一下是《招魂3》 温泽人导演仅仅是监制和编剧 而导演是年仅26岁的Michael Chavez 在这期《招魂3》中 虽然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但还是令很多温泽人的粉丝们 有些失望 《烂番茄新鲜度》 专业影评人给出了57%的好评 观众给出了84%的好评 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真实历史事件的The Devil Made Me Do It 发生在康尼迪克州的Brookfield 而电影里却搬到了 马赛诸塞州的Brookfield 两地相差200公里 而Ed Wallen和洛林夫妇 是美国最著名的灵异大使 他们用当时最先进的录音工具 记录了他们多次驱魔和见证魔鬼附地的现场 也有人说 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子 他们的著作也主要是因为赚钱 而才大卖特卖 2017年12月 好莱坞报道的两位记者 Keyne Master和Ashley Collins 揭露他们的婚姻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 Ed Wallen从60年代开始 就和一名叫Judice Penis女士 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长达40年 并且怀上了Warren的私生子 而这一切作为妻子Lawrence知道的 两位记者声称 他们所谓的驱魔 出版 演讲 都是为了能够敛财 这也就造就了招魂系列 超过十几亿美元的电影市场 我将文章的链接放在留言区 感性的小伙伴 也可以点击并求证 我也非常愿意听听您各位的看法 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鬼和灵异事件的存在吗 其实 我看完这个类型的古片之后 我个人的体会是 我们必须要敬畏神明 远离恶魔 远离邪恶 成为好人 并且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好人 尤为重要 OK 如果您还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讨论 留言和互动 我承诺将为您带来更多的 优质影视分析 影视资讯 和您一起欣赏 电影带给我们的生活的美好 我是平 我是平 我不是平 我是平 我不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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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